Erin就做心法 很多时候都知道有一些癌症病患 她根本没有机会将那个肿瘤割出来 可是Erin还有机会 很感恩 现在最近就面临了人生中一个大考官 上个月的15号 那时候早上Erin是驾着车要上班 当再驾到一班的时候 Erin就觉得肚子的左边就开始疼痛起来 就越来越痛 Erin就跟太阳公公说 太阳公公请求太阳公公给Erin驾到去公司 当Erin去到公司的时候 就想到楼下有个厨所 就自己走下去看看医生 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医生就看到我痛到这样 就叫我躺下来 帮Erin造Ultrasound 医生就讲 看像是你的膀胱有结石吧 医生就打了一支止痛症 可是那止痛症根本起不到作用 医生就给了一封推荐信 叫Erin要进医院 后来Erin就去急诊 医生就帮Erin打了一支很强的止痛症 就帮到Erin止痛 回去就拿出超级健康密码牌卡来抽卡 就抽到一张癌症患者心法 加大院里这张卡 Erin就马上直接就去一间医院看医生 就找膀胱科的专科看医生 医生就拿Ultrasound来检测的时候 医生就讲 我没有看到任何石头在你的膀胱 倒不如住院一晚 帮你造一个比较详细的检测 医生跑过来说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在你的膀胱里面 一切都很好 可是我们发现到你的那个卵巢里面 有一颗很大的瘤 然后过了不到15分钟 那位妇科医生就到了Erin的病房 跟Erin说 我们昨天帮你的咽水报告 你的cancer marker 你是照超标的 你看昨天的CT scan 里面我们量测到你那个肿瘤 是有8个cm大的 然后里面还有大大小小 很多很多的水流在你的子宫里面 他就建议把整个子宫切除下来 然后Erin就说 医生有没有别的选择 医生说 没关系 你不要紧张 今天我在帮你做多一个癌症的咽血 Erin就跟太阳公公说 给Erin可以有遇到好的医生 一切都顺利 然后到礼拜天 那个复刻医生就过来说 你的最新的咽血报告也出来了 你的这一次的肿瘤标记的报告是比昨天的还要高 还有你的卵巢癌风险那个报告呢 也是超标的 所以医生是说 我还是劝你把整个子宫都切除下来 Erin就做新法 很多时候都知道有一些癌症病患 他根本没有机会将那个肿瘤割出来 可是Erin还有机会 很感恩 这样就跟医生说 好 Erin决定将所有不好的东西都拿出来 然后 医生就在星期二的时候 就帮Erin做了一个手术 然后Erin很快就复原 三天过后就出院回家 可是就在6月30号那天 Erin就要见医生 就说 我有一个坏消息 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坏消息呢 就是你的伤口发炎 我要给你吃抗生素 然后好消息呢 医生就拍拍Erin的肩膀说 很恭喜你 你切除出来的肿瘤 其实比我们在City Scan看到的还要大 是10个Cm 而且你的右边暖巢那边 有4个Cm大的水流 然后你身体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水流 你的肿瘤里面没有癌细胞 我们找不到任何的癌细胞 包括你的子宫里面也没有癌细胞 真的真的非常幸运 这个是天地为Erin拨转了 很感恩导师 感恩宇宙天地 感恩宇宙天地